大家好,我這一次報的是那個空間金字塔瓷畫三個字彩排是這樣子的 那其實在網路上大部分都是說CVNX 那他其實是三個外國人,那他們是委婉的那個research來做這樣一個研究 那我是安娜,那這次是我的本名 那其實這一篇研究裡面,他其實花了很多的paper在做他的那個實驗報告 所以其實後面可能會聽的比較多 那我會快速大概報告他幾個比較,覺得還蠻不錯的一個實驗的狀況 那他的概念其實還蠻簡單的,那這次基因檔而來,那大家就做個簡介介紹 那SPEMAT在Email就開始把OK的選擇,他是做哪些實驗 然後在Object Detection,可以做哪些實驗 那最後就是一個結論 那我前面就中文好了,那其實這一篇呢,他的貢獻有兩個 一個就是,大家如果都很清楚CNN的話 他其實在做input的時候,他是需要輸入固定的大小 但是呢,在用SPE這個部分的時候,就不需要跟以前一樣做工 要裁切固定大小做input的,或是要做縮放的動作 這是這一次的一個貢獻程度 那在SPEMAT這邊呢,他也可以拿來做圖像分配跟目標檢測 那實驗結果,他雖然對於他的精準度,他的提升並沒有太大的一個貢獻 如果跟RCN比起來其實差不多 但是在減震速度上,他是有顯著的一個提升的 那再來呢,SPEMAT,他有幾個優點 一個是他在input的時候,是不需要輸入固定圖片大小 但是一樣可以產生相同的一個大小QT 那再來呢,他是用不同大小的Special Beams 他叫做什麼空間箱吧,中文翻譯是這樣 不過我覺得翻譯乖乖,所以貼英文上來 那他這邊只要是可以更有效的提取目標 然後呢,SPEMAT,他也可以提取不同尺寸的圖像破口 所以也呼應了我們前面有說的 他不需要固定輸入大小,固定的大小 那再來他可以使用不同的size還有量測來進行我們的圖像訓練 那這邊呢,在進入主題之前,我們還是先來回覆一下CNN 下面呢,是我們傳統CNN這邊 他在整個從input到input的一個動作 我就是輸入我的圖像 然後就要很辛苦的做手工,做裁切,要做做說法 如果有做過應該都很清楚,這一段非常辛苦 然後呢,再來呢,才能進到我們convolution這邊來做我們的卷肌 再來呢,再做pulling,然後到我們的fc rare 最後再做我們的op 這一段應該都很清楚,有沒有不清楚的 好,我繼續往下說 那這邊其實這一段就是我剛才說的 那如果有興趣之後看解報再可以再細看一下 那下面這邊就是我們sppnet這邊所提出的一個概念 應該就有發現說,在前面image,在輸入的時候這邊要做裁切 可是在spp這邊完全是不需要 他直接就是整張圖進入到convolution layer 那是透過這邊spp磁畫的一個動作 然後來做他的那個圖片的future的那個擷取動作 然後最後呢,才到fc layer 所以其實這邊有一個pulling的動作 他是其實,我往前一下 他在這個地方就都把它注意掉了 然後呢,最後在這個地方他可能就是做fc layer 做output的那個輸出 那如果是否目標檢測的話 其實這邊其實是進入到我們的分類器裡面做sdm的一個分類 那這是spp這邊的一個主要概念 那再來呢,我們再來介紹spp這一層他在做些什麼 那其實這個部分我很認真說他只有四張黑色的 那第五張在哪裡?我在猜應該是在這個地方 因為他這邊有說到是convolution的概念嘛 如果大家手上有那個pulling應該看得到 這邊有四張 然後第五張應該是在這個地方 他在做convolution5 然後在做future的一個那個擷取的一個動作 然後呢,這邊有說到那個spp的輸出 它是k乘m的一個向量維度 那k呢,指的就是這個地方 1,2,這邊是4乘4,然後2乘2,然後4乘1 所以加起來有4乘4,2乘2,21個b 它是這樣算的 所以這邊有個16,有個4,有一個1 因為它是1乘,所以它沒有寫出來 所以一共有21個b的概念 那m呢,指的是它的一下量維度 因為這邊是225嘛 所以total就是21乘256的一個下量維度的部分 然後輸出到這一層 然後來到mc layer這邊來 它是用這樣的一個概念來做sppnet layer的移出 那我這邊稍微整理一下 就是針對它training的動作 它有分兩個 那這個patter它有提出兩種 一個是single size的training 一個是multiple size的training 那在single sizetraining這邊呢 其實它是希望能夠允許多等級的一個 brooming的一個行為 那多等級的部分它指的是什麼 大家有看到它有不同的那個 一般我們在做convolution 1乘就是4乘4要嘛就是2乘2 要嘛就是1乘1嘛 但是它在這個地方 其實它可以同時是4、2、1的一個概念 那首先第一步它就是呢 去修改那個固定指紋size 224乘以24去做裁切的動作 這邊有寫到 然後呢 再來呢 再做重新訓練sbp 并size的所需要的尺寸 這邊主要是這個東西 我們可以預先先計算說 我這邊捲完之後到這個地方 看我期望它是長什麼樣子的 然後呢 再來是 開始去做10做pooling level的部分 那這邊是指的是這一塊 所以其實它這一塊 通通都是在事前我要做 這一件事情 它就是先把這一塊 我預先想要什麼樣的一個尺寸size 都先計算完 然後呢 然後呢 在實做的時候呢 這邊都實做完 就是インナー門完完之後 其實它就會把我們的結果 但是我要不可到 我覺得這張純本也很難 要不可到這一本來 這是它的single size的一個 概念 所提出的概念 然後呢 再來就是uniful size的部分 那剛才single size的就是 我input的尺寸 就是固定2224x224嘛 那它這一次是同時用180x180 還有224x224下去 一起做訓練的 那它想要提出的是 就算是我224x224 我裁切成180x180 跟一個180x180固定尺寸 它所訓練出來的paramide 它是可以去做共用 它是想要驗證這樣的一個概念的 所以就是空間精神塔 它當初所提出的一概念 它希望它們中間所有的參數 都是共用的 那第一個 我剛才有說是180x180跟20x224 那剛才有說的是 裁切24x224 把它的size變成是180x180 然後呢 再把180x180 跟224x224 才會做訓練 然後呢 這個paper裡面 它提出的是 它要到convolution之後 進入到 可以 就去沒有size 可考不是選擇 是指說在這個地方之後 再捲到這邊來 這邊同時是180x180跟224x224 才會做訓練的 然後呢 最後它驗證的結果就是 就是180固定尺寸的size 跟224x180的size 其實它們所用的參數 是一模一樣的 這是最後它得到的一個 結論的一個描述 然後呢 接下來就是 非常多的實驗 第一個實驗 它是用magnet2012的 那個dia set 然後來做它的一個分類 那這邊有列出來了 magnet2012 然後還有1000個canfori的部分 然後 它使用的那個dimation 是小魚 256的部分 然後呢 它是用224x224的那個 從圖像中心 或四個角 取捨224x224的一個裁切 這邊指的是說 假設我們這邊有一個點 然後從這邊開始 往上去算224x224 或者是我隨便取一個角 然後往下 或往上算224x20 這邊指的是什麼部分 那再來呢 data augmenter 然後master部分 它是用的水平翻轉 跟顏色改變的部分 然後其他的部分 就是在兩層的 group connection layer這邊呢 做了drop out lending right 然後lending right的部分 是從0.01開始的 然後implement的部分呢 它使用的是 cuda convent 還有coffee的部分 那前面這我比較不清楚啊 一般coffee其實蠻多人在使作的 所以其實如果大家有興趣想要 看到這個code的話可以去上去查看看 然後呢 它的power source的部分呢 它這邊是用 那個g force gtx gpu 6g的members 來做訓練的 那時間是2到4周 然後 那個 cuda的 那個convolution net 它具體是 是 有架構嗎 有架構嗎 你要下網查查喔 因為 一般來說 這個會生成到 記憶體中間資料有沒有交換 這件事情 要不然的話 我們沒有辦法去確定說 它180 乘180 跟那個 剛說256乘2564 就是 是一樣的這件事情 你剛才的問題是什麼 就是 因為如果我們是用 cuda的那個 convolution net 它會牽扯到 因為它必須去拆分 拆分它的那個 那個data 比如說它進去的時候 它可能要把channel跟channel之間分拌 或者是怎麼樣去做品性運算 那它牽扯到記憶體資料有沒有交換 就是比如說它拆分 處理到一定的地步之後 它要把它接在一起 變成同一個 同一筆channel去處理 對 因為如果它沒有做這件事情的話 呃 我們是沒有辦法去證明它 128乘128的convolution 跟256乘256的convolution 是一樣的結果 對 但是這邊好像沒有寫 在一起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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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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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胱包 它往下可以去拆 如果是說就SPVNet來說的話 它應該其實就 它要在那層處理掉 因為它前面就已經不做拆遷的動作了 如果說就傳統CNN 它就在前面要出來 所以它的Channel到後來就是越來越多 就是它是累積的 所以其實SPVNet 它還有一個最大的缺點 就是雖然它解決了 把CNN它的那個時間問題 因為它是在前面去做2000個卷疾 但是它在空間裡面浪費了很多空間 它完全就把那個2000個Future 就是假設啦 全部存在那個空間裡 它是浪費你的空間 所以才會有後面的BEST RCNN 它提出了RYPooling的動作 然後Pooling這個概念來解決問題 所以我在想它應該是在中間那個空間那邊處理掉 然後這一篇 這一頁它是我們作者所提出的一個基本的一個 SPVNet的一個網路版本 那它這邊用到Model有四個 一個是LIF5的部分 一個是Convent乘以5 那乘以5它是幾乘的 1 2 3 4 5 有個Convolution 那再來是一個Overbit5跟Overbit7 5就是到這邊 7是到這邊 那一樣後面都會接上SPP layer 就是它前面做完之後就會接到這一層 所以後面就沒有再描述了 所以後面就沒有再描述了 那接完這一層接著就是FC laye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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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 DF5跟Convent5這邊呢 它們的差異就差在說 DF5這邊Pooling的動作分別是在Convolution1跟Convolution2這邊做的 DF5這邊呢 那Convolution3這邊再做Cooling的動作 兩個是插在這邊 可是其實這兩個出來的一個項量Future它是一樣的 那再來呢 這是Mute Level的Cooling的那個部分 那它會做這一個實驗 它主要是要提出它确实是有增加过它的一个准确率 那下面这边我们一样都看Top of Error 一般都是看的都比较多 这边啊没有SPP这边啊 它的准确率它的Error是在14 猎虎在14然后13.92 但是其实我们来看一下 有SPP的Single Size 跟有SPP的一个Mute Size的部分 其实它整个都往下降了 那它这边的空间 金字塔实话它用的Label是4个 就是6×6 3×3 2×2 1×1 总共有50个并 它指的还是一样是这边 4×4 3×2 2×2 1×1 所以这边有4个 它的Label就是指的没有7个的意思 那这边特别把它标示出来的部分 它其实是要让我们知道说 其实这个实验呢 多层级的一个Pooling的部分呢 它是对于整个Accurrency的部分 它变化是稳健的 因为其实就整个 那个Top5的部分的Error 其实都是整个下降下来的 那上面是 原本是从11.9 它下降到10.95 Error的部分 那我再猜为什么 其实比较多可能是 它做的比较多的Convolution的关系吧 做7×2 那再来呢 这个它是整张图下去 去做那个Convolution 然后所做的展现 那这个Paper里面 它其实贴上来的结果 是Top1的部分 那我们就直接看上 看这一段好了 那刚刚也是看那个Overvis 7的部分 那这边我们也来看 Overvis 7的部分 其实它整个也都是下降的 那Multi Size 跟Single Size的部分 其实也是Multi Size 它是比较低的 然后呢 这边呢 它是使用ILSVR 这个是ImageNet的部分 然后呢 它其实同时期的比赛呢 除了它自己之外 它其实同时期的比赛呢 当时还有两个很著名的 一个是BullNet 一个是BGGNet 那这两个如果之前有跟到读 所有人都知道 这两个其实不分选指吧 那其实第三名就是这个了 这个 然后它的一个Top5的Error是在8.06 那现在这部都是讲那个Image的分类的部分 那下一段会再讲它的Object Detect的部分 那这个呢 它是用Tesco POC的Data Set 然后来做这样的一个验证 其实它用蛮多Data Set的 那我们从红色框这边看起来 因为其实就整个实验下来 看起来它用整张图下去来做的效果是比较好的 所以我们这边就直接看整张图好了 在Overpeat 7这边 其实它的准确率已经来到了82.44这边 比起没有套用我们SPPNet 其实提升非常多 大概有 大概有 5 6 7 7它左右 然后呢 再来就是 它也用在这个 这个 这个不太会 也是一个Data Set 然后呢 然后呢 这边呢 这边是要展示它有用SPP的部分 那它的整个精度也都是 是准确率提升到93.42 那这边它是用了6乘6的 空间镜塔 也就是说它是在这边 展开这边有6个 1 2 3 4 5 6 这边 6乘6的部分 然后下面这边红色的部分啊 如果回去你们看头里面可以留意一下 然后 SPPNet的部分啊 它其实 它的表现程度会比没有SPPNet还好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一张图的B跟A 它这边就没有做比较了 然后我们看C C跟B这边 有用整张图下去做convolution 跟你裁切过后做convolution比较 其实整张图下去做convolution之后 得到的结果比你先做裁切还来得好 所以其实在SPPNet这个概念里面 其实用整张图下去 其实来做我们的那个object detect 或者是做分类其实效果都会是比较好的 那再来就是这个黄路上扫图 我觉得它还蛮能代表就是 RCN跟SPPNet的一个不同点 那上次如果有来听过RCN的话 其实应该有把他就整张图 先选了2000个候选区 然后分别依据这2000个候选的窗 然后去做convolution 所以其实呢 每个候选框都要做convolution 要乘以2000次 所以非常的耗时间 而且还要先固定尺寸 然后呢 最后呢得到Future呢 还要再来做SPM的一个分类 那结果就是 非常耗时 这是它的缺点 那我们来看一下SPM的部分 那这张图其实它是有集合到FaceNet这边 FaceRCN 那FaceRCN它是用ROI的一个pooling概念 那这个就是下一次我们就 有介绍者来做这样的一个介绍 就先不去通 那其实它就是整张图 然后呢 一样它会有2000个 会去挑了2000个候选窗 但是它其实不是分别做的时间 它是整张图 然后来做这个CN的动作 那以我们刚刚看到那个图 它是做四张嘛 四张这边 然后最后有一个Future Maker在这个地方 它在这一层就是做我们的Future的一个提取动作 它不是在这边 它只是先把候选窗 先选第一个 它的概念是在这边 两个插入在这边 我这边说是做2000个候选窗 它其实在这个地方 我们往向上一张图 看 这边2000个 可是它是2000个依序做CN 但是在这边 它虽然是2000 可是它还是一样整张图下去做CN Future Maker在这一层来做 所以这边是整张图 然后截取下来 然后做我的卷子CN 它还是整张图做 但是这一张就是 只有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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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CN 还是有差 可能我这个地方没有选到 它就不会做CN 可能我这个地方没有选到 嗯 还是有差 然后这边要做2000次 这边五次 刚是四张四次 四张四次 一二三四四次 然后加这个T-CN 提取 那个是 就是找完upjet 找完upjet 找完upjet 直接个别进CN 然后这个的话是 你是先找好upjet 想签的 可是一张进去 就再到Future Mail 去找出相对应upjet的位置 对 对 那这里啊 它有个算法 那个算法在Paper里面的 那个 有兴趣的可以去拿这里算 那算法在Paper的第十而言 它告诉你说 这边找到的定位点 它是怎么对应到这里来的 他是从最后那一张去找feature 还是说 它有原始的那边去找到upjet 原始 原始 原始这边 它还是会做它的convolution convolution 下来之后 我一定要有办法把我 在这个地方的动作 如果它对应到这边的映射算出来 我才有办法把 我真正要开始解决Future Map 可以解出来 那从这边到这边 它一定有坐标对应 那坐标对应的方式 就在刚刚我说的 它Paper的第十而言 对 第十而言有写吧 就是什么s'prong y'prong 它有对应那边 什么s 大写s'prong 那边 它那边有描述 它是怎么算出来的 所以是说 一整张建筑 一件形容能不能出来 到那个地方 再把2000个候选船 位置对上去 就有2500V圈这样 对 那边会有2000个V圈 好 好 然后它才开始去 去做它的那个 V圈特森的那个 截取的动作 截取的动作 所以其实就 时间上 这个是省时间的 但是 就空间上来说 它还是浪费空间 因为你要想说 在中间那一层 塞了2000个 后选船 然后呢 再来就是 for object detail 的部分 那简单描述一下 它一样第一个使用SS的部分 去产生 生成 约2000个候选船 就是刚刚提到的 然后呢 再来呢 resign match 还有teach 它的一个future 然后这一个本文 它是用了四个level的一个 那个空间金字塔的部分 分别是1乘1 2乘2 3乘3 6乘6 总共有50个病 然后呢 产生的那个 下量维度 一共有12800 应该没有成出来 然后呢 这12800呢 它会把它进入到 我们的view recognition layer 的这边来 最后呢 因为是做object detail 所以它还是会来做 那个svm的一个动作 它其实简单描述就是 123456 这六点 对 那paper里面写了很多 很多行 那接下来就是它的 很多的实验结果 那我就拿几个实验结果来说 这是比较复杂性 还有它的round的一个时间 那就整个object detail 这边来的话 我们来看它的眼睛度 通常都是用MAP来看 那就SPP 来看的话 这边它有提 FTFC 这边 FTFC这边指的是 Bind 2 然后FC Fully Connection 然后在第七层这边 它的MAP是55.2 然后BB它指的是 Bounding Box 就是有标框的那个东西 然后呢 它这边是59.2 那比起我们没有用那个 SPP来说 其实它的那个 MAP都是比较高的 那我们再往后看 这边是指这个分类的部分 它的那个时间来看 它的那个时间来看 对不对 对不出时间啊 整个部分看起来都跟之前没有 SPV的 SPV这个概念的 Model是比较高的 因为它应该是准确率 因为它有比较就是 有做Bind 2 跟没有做Bind 2的 那没有做Bind 2的就是 用Bounding Box的部分 那Bind 2的部分呢 它就比RCN跟SPP 所以其实我们不要看上面 我们方式看下面 它做这样的一个实验 那其实它这个实验方法用的蛮多 它其实做这么多实验 都是为了要验证它的SPV的概念 其实就整个时间上来说 都是优于其他的 就是优于RCNN的部分 它也是因为RCN的那个 那个浪费很多时间 而提出了这样的一个概念出来的 然后呢 再来呢 这个是使用组合式的Model 然后来做一个 Outject Detect的一个测试 那这个Combination的部分呢 它是使用FTFCT跟Bounding Box 这两个Model 这两个方法的一个组合 那组合起来的MV 已经来到了60.7 然后它的 应该也是准确率 也都是优于下面的 上面的那个 非组合式的方法的一个结果 所以其实它这边的一个结论呢 所以这边它其实下的结论就是 其实两个组合的方式 它是比较有互补的一个概念 可以把彼此之间的缺点 透过组合的方式 让它的那个时间是比较有所提醒 我觉得它真的不是时间 应该是准确率 嗯 对 是准确率 我觉得它应该是准确率 对 因为我看到前面 它一直有说是Running Time 嗯 所以我觉得它有点怪怪的 它应该是在几个字 Inference的时候 嗯 就是中文字 所以不该是准确率 好 可以看一下 你那个两个是不是哪有 它那个4.4 4.4 那个chopter里面有写 4.4 它有写单位 它有写百分比 那百分比 你是说Paper 4.4 对 所以Paper有写的吗 这个1跟2交代的非常的多 等我一下 他讲Combination 应该是1加2的结果 1跟2它应该Combination 是1加2的结果 对 它这边 这边有多大2是什么 不过它 它1跟2应该有一个是FTFC的 一个是那个BB的部分 因为Combination 这边它是这两个箱加起来的 在4.4这边 BBB是什么 Bounding Bus BBB的部分 对 对 对 它没有写到 它没有写到 只说相同的架构 但是不同的 Mission 对 嗯 那这一个节目 看一下 它只有特别说到它的 Communification 它是哪两个 在那个第11页的Table12那边 其实这边就有说不到 没有写到 没有写到 没有 没有特别描述到 不过它有特别说到啦 就是第二个部分 其实在那个准确率上来说 其实还是有11个是比SPP Net 的 还来得好 对 文中是有提到这一点 所以其实你们来算这边应该是会有10个 优于 SPP Net 的 然后一样来到了那个 RCSRC2014的裙子 采采部分 它市值 SPV的部分 那它们RAM到第二名 那这边没有说到 第一个它是指哪一个 那一个 magnify 中的资格 这边就没有查到 那再来呢 这边有说到就是啊 在这个地方 SPVNet 它使用的是每一张 Email它它会是0.6秒 那如果使用的是 RCSN的话 每一张emate卡花的设定32秒 那使用40K的emage来做testing的动作的话呢 SPVNet的方法呢它需要 你看它说每一小时 每一颗CPU要8小时 因为它的展示应该是这样 一颗CPU需要8小时 那如果是RCN的话呢 如果是一颗GPU的话 它需要15天 所以就整个时间上来 从这边就可以展示出来说 SPVNet整个提出的概念 它确实是有把时间给缩短下来的 从这个地方 那再来就是结论 其实结论就还蛮简单的喔 2点结论 在我们的Paper的第12页 这其实就有认输到了 那 SPVNet它可以灵活的 运用在不同的尺寸 尺寸 尺寸还有长寬的部分 那另外呢 它对于分类还有目标检测热物上 它都有比较显著的一个提升 那就整个介绍 应该都不是这样的一个 呈现这样的一个结果 那再来就是最后我还是把 SPVNet跟 RCN的缺点都把它列出来 那其实也是为下一次 要报告BestNet的时候 大家也会有一些概念 为什么我也提出BestNet 那 RCN跟SPVNet 这些训练过程很像 刚刚听到就知道 第一个就是 先 选了2000个候选床 这一点没有错 然后分多个阶段来进行 所以它的过程是比较复杂的 那 那 RCN跟SPVNet它的时间成本 跟空间代价是非常高的 那 时间的部分就是RCN很明显 那空间的部分就是指SPVNet的这边 那 RCN它的检测速度是非常慢的 那 从刚刚某一张图就有发现到 它要做2000次的CNN 然后呢 再对每个特征呢 每一个候选区都要再做一次 RCN的一个计算 那 文中 这个 我忘记是找哪一片 不过它这边有算到 用BG提取特征的话 其实处理每一个图像的那个候选区 需要47秒的时间 最后呢 因为我们SBN 要做SBN之前 我们还是要先从CNN 把我们训练好的资讯丢到SBN里 所以如果我们分类结果不够好 有Loss的话 其实我还是得要再回去做一次CNN 所以就算我的conclusion再多也没有用 我还是要再回去做一次 所以呢 也无法保证SBN的分类器的准确能提升 所以这是目前就是我收集到的一些 这些资讯里面围整出来的四点 好 以上 简单报告完毕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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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